哈喽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就是 来大家阅读一下这个重建调试的这个代码 因为 虽然说它这个代码量就是我们重写的东西很少 但是 毕竟也是一个大项目 对吧 所以它这个代码量 就整体来说还是挺多的 只是说就如果我这个重建调试啊 就是重过调试通道 它只是一个半成品 真的是非常半成品 所以如果 大家想就更完善一点 什么都能接管到这个消息 因为我大家刚才在第一课就是我们讲原理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能明白 就是说 我这个原理它其实就是通过 只重写了只后刻了一个函数 严格意义上来说 然后直接管了这个被调试进程异常 那假如被调试进程创建县程 创建进程 就退出进行县程 那种加载掉这些东西都没有被我们给捕获到 对吧 所以说 我们最好还是得重写 很多 但是因为我们 这个只是想要求调试的话 倒是不需要重写什么 就是只要你 只希望你移除这个debug port 它要求倒是也不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项目的整体布局 我是分了很多 文件的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杂项 杂项它里面有什么也是我们之前写过的 这个杂项它里面多了 但是被我写了一些新的东西 就比如什么呢 获取我们的 这个OS BURED NUMBER 也就是 这个 BURED NUMBER 什么呢 就是我们 这个东西 就19044 004 19044 就是比如的NUMBER 就比如我们这个ntmodus 这个master 就比如这个7600 7601 就是 BURED NUMBER 比如WEN7SP1 它的BRED NUMBER就是7600或者76001 通过这也可以判断系统版本 然后方便做不同的兼容 而接着这个是什么呢 获取我们指定系统模块的一个 机制 就比如我们这个NUMBER填ntoskernel 就可以获取我们这个ntoskernel的机制 方便我们在ptb传输的时候 它不是会传给我们一个RVA吗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来 来 获取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find pattern 就是特殊码搜索 当然我们这个项目是没有用这些 但是它还有其他的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说过 有一个object tab 它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object tab 就是DT 就是这个东西 它里面 为什么要 需要object tab 那因为我们逆向过obreference object backhandle 对吧 它里面需要你填一个什么呢 需要你填一个 说你填一个叫做object tab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这个东西 就比如我们之前要重写nt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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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多或少都会用到我们刚才说的obreference 然后你一旦用到 你一旦就是给你一个调器 调对象的巨饼 你如果没有OB type 你是没办法获取到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逆向过 就是他到最后 虽然就是他一旦拿到这个对象 他会给你比较一下 是不是 对象这个 你传进这个类型啊 是不是相等 如果相等的话 他才给你返回成功 反则的话 他根本不给你返回成功 对吧 所以我们 通过这个obreference get tab by name 我们通过一个name 就比如我们每一个 我们之前不是说过有一张表 叫做那个什么呢 obreference 这个表里面 它保存着一些 就是不同的debug object 不是什么debug object object tab 就比如这个 大家注意这个是thread的object tab 那我们通过一个object type的name 然后就可以获取到我们这个debug type 就是object type 然后这个它是怎么找的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既然要找到 就是通过名字比较 那我们肯定需要找到这个obtype index table 对吧 然后我们一次便利 一次便利 一次便利 就是把它解析成一个object tab 然后比较一下它这个name 因为这个name是unicode stream 它是一个字符事 如果如果你比较一下 大家看我比较一下这个name 什么时候我这个name和我这个就是这个 我当然先把它转换成unicode stream 什么时候和这个unicode stream相懂 那它我们就找到直接返回这个type就行了 对吧 那首先这个当务之解就是说找到我们这个obtype index table 那这个怎么找呢 我们看一下它导没导出 很遗憾 它并没有导出 那我们怎么快速的找到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函数叫做ob get object type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它引用了这个obtype index table 然后这个在文7和文10 这个偏移都是固定的 文7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 有一个叫fnget type index table 其实就是获取我们的这个obtype index table 这个地方文10并不导出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怎么获取的 它就是通过 upmemor get system routing address 来获取你这个obget type obget object type这个函数地址 然后呢它如果你是major version 小语等于6 major version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它判断你一下是文7还是文几 因为我们找到这个beautant number 我看一下有没有major function 呃major version 其实呃 嗯 嗯 就如果你这个major version 呃 version小语等于6的话 这个 我还真不确定它这个major version 是不是它说的这个呃 我身 当然这个也是我 呃抄的一个呃 代码 但是我不太确定 但是反正啊它文10这个ef啊 天一是找对了的 但是文7的话 我不太确定它找没找对 应该是找对了的 因为这个 这个 没不至于鲁帮性这么差 呃 然后就是文10啊 它也有这个函数 如果它引用的这个obtype index table 在哪呢 在加7的这个位置 然后找到这个type addr之后 我们加4啊 就是它这个偏移 偏移最后再加上 我们这个type addr 也就是这个加4的一个位置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 啊 这个是把它解析成一个优浪 然后加4啊 加4是什么意思呢 加4其实就是到下一行 大家注意啊 我现在是找到这个地方 所以加4是刚好到下一行 这个指令 然后再加上这个偏移啊 就是到我们的这个type index 这报了 好 这个就是呃 这些一个杂项的 就是那个ut 呃 rls啊 这个 cpp和asher 它干了些什么 啊 总的上说就是帮我们辅助我们 干一些东西 对吧 比如说呃内联工资 或者是 呃 就是通过obtype tap 或取名字 然后或取机址 然后模式查找这些东西 它就是 搞这些东西啊 那 我们讲完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呢 呃 这个hde啊 我们之前说过 它就是一个返回便 就是返回便引擎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不细讲了 它这个主要是配合什么呢 配合我们这个ptehook 大家一定注意我们这个ptehook 是一定要用的 因为我们要hook这个被调进程的dbgkp 呃 forward exception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ptehook ptehook 只要是引用了hde和r3e啊 里面的这些投入键的这些数据结构啥的 然后这个ptehook和r3e以及hde啊 我们就不讲了 这是我们之前这个里面学过的 对吧 我们学过它的这个原理 然后呢 这个head processor是我们第三章讲过的 这个bypass obcar 是我们也是我们第三章讲过的 header process 就是我们第三章讲的那个隐藏进程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bypass obcar 它我是怎么过掉这个bypass 就是它这个卡你巨饼呢 就是因为我们被调进程 假如想调试被保护的游戏 它肯定是要过巨饼的 那我其实就是用了一个非常烂打结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注册一个高度低一点的回调 就是你越低啊它越晚掉用 我高度低一点回调 注册了一个线程回调 注册了一个进程回调 然后在这个进线程回调里面 我们直接把假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我们用一个fand process is target 这个函数啊 这个fand process is target 是我们自己写的 然后获取当前的进程 如果是啊 那就直接给它复制给 就把所有权限都给复制过去 这是一个回调 这也是一个破除 就是提前的一种方法对吧 但是你想想就是如果是ace保护的还好 如果它检测了你提前 它顶多给你再降回来 对吧 如果你是b 就是那种反作b 或者eac 它一旦检测你这个巨饼表里面权限太高 你就直接记了 你游戏就直接崩溃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通过隐藏进程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这个第三章的隐藏进程 我第三章是不是通过断链断那个pspcid table那个表 所以通过这个隐藏进程 我们就可以来躲避这个游戏啊 它扫你进程 因为我们说过这个隐藏进程还挺厉害的 对吧 我测试一下它这个be是可以隐藏的 就不会再 就是再来 就是查你就是一旦看到你这个巨饼表 因为大家想一下它这个查巨饼表 其实是我之前也给大家说过 它be查巨饼表是怎么查的 是不是通过那个从零暴力暴搜到零差四万 从那个巨饼表里面找 就是从啊 它其实就这样 就是for out to i等于零 然后呢 这个i小于零差四十万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三级三级的 这个巨饼表它最多有四十万个表象 所以它让二加加 它每次啊 就把pslookup 当然并不是二加加 它是什么呢 它是二加等于四 因为我们说它这个巨饼 它必须是以四为对 四能整除它 所以然后在pslookupup percent bypercentID 然后返回 通过这个返回值啊 判断一下 你是不是获取成功了 如果获取成功了 那就直接 辨理一下你这个巨饼表 巨饼表里面有没有我这个游戏 就有没有我被保护的游戏 然后如果有的话 看一下权限是不是太高 如果太高的话 像be啊 直接给你结束的游戏 然后eac的话 好像也是结束游戏 然后ace啊 它是给你给你降权 它并不会结束你游戏 这个就是我们的隐藏进程啊 我们大家呃 其实这个我第三章也讲 对吧 这个地方也没必要再讲了 它其实本上就是掉了那个 pipspcid table 那个全局巨饼表 然后断链 啊断断那个表 然后再断链对吧 因为我们一旦把这个巨饼表给断了 再把这个全局巨饼表给断了 就是每个进程有一个啊 啊 table code 不是handle table 里面有一个object table e process里面有的结构 然后断掉那个链表 然后再断掉这个handle table 里面的pspcid table 这个表 再断掉什么呢 再断掉进程的那两个key process 以及e process的链表 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 呃 不会patchguard的隐藏进程了 当然这个隐藏进程 最简单也最 它不简单 但是它很暴力 对吧 因为我们说它无论是通过暴力枚举 还是通过ntquery information system process 就是那个呃 就是那个呃 获取系统信息的那个nt 开始的那个函数啊 它也没办法辨列到 因为获取那个函数是通过key process 里面那个的链表辨列的 我们已经断链了 所以它也辨列不到我们了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啊 从键条体系的这三个架构 我用到了过回调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过回调 就是这个过回调 那在对于大部分游戏都没啥用啊 呃 只有你配合这个隐藏进程才有用 要不然它会扫你居兵表 然后呢这个hde 我们之前也讲过 它只是一个反合变引擎 也不用再讲 r3e呢 它其实就是里面包含了很多 就是已经预定一好的 这个r3e的这些结构 因为它要给谁用 它要给这个ptehook用 这个ptehook 我们之前也讲过对吧 这是我们第一章就讲过的 这一章就是 其实这个第八章这个实验 其实用到了我们非常的 基本上全是在用我们以前讲过的东西 好这一刻我们就到这